来到智库点评的环节 今次做嘉宾请来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尚佩 早晨,Eugene 是,早晨 今天你想和我们讲一下建行939 看到银行上星期五公布了一月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32,300亿人民币 高市场预期,按年增加了3,284亿人民币 创了单月的历史新高,这个是否一个利好因素呢? 是的,一月的3万多亿的新增贷款,社会融资都是非常非常之厉害的 直接是吓了全世界 因为你想想一个月一个国家可以做到3万多亿新增贷款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看到A股和H股的内银 未算太飙青的,我想市场是担心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那3万多亿新增贷款,很多都走到铁田市场那里 你说这场债真是落实体经济的话呢,比例上不是太高的 但是这方面我觉得当然你要给一些时间,整个市场去消化啦 因为始终你说落实体经济的比例不高 但是那个新增贷款量是增加了那么多的话呢 其实同一个比例都挺厉害的 就是落实体经济 第二样东西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做多了一些中小微企哦 那么那个坏账的情况会不会增加? 那么这个忧虑是值得去深究的 但是我想市场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新增了那个贷款之后呢 那对于那个银行的那一年的盈利呢 都绝对有帮助啦 那至于你说坏账那些 我想没有那么快的市场会消化了 那还有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 借了给一些中小微企 那不代表他们不还钱的 那他们就是 从那个的过去来讲 那中小微企的贷款那个坏账的比例呢 和大国企呢 其实都相差不是太多的 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太紧张 那现在来讲我觉得 譬如建行为例啦 它的股价都没站在7元的话 有少少落后的 因为两个星期之后就两会了 那以现在的央行的政策 都是慢慢放水的话 我想两会之后的放水的部分 都会继续维持下去的 所以建行可以中线看好些 追回落后 就是目标价放在7.2 和7.4这两个位那里 那买入价和止涉价方面 又应该怎么部署呢 好 买入价 我想都是6.9以下 现在大概6.88 现在的位置差不多 我觉得可以买到的了 那止涉价就放在6.6那里 好 现在建策银行 现在正在做6.89 升幅超过1% 升近1毫 再问Eugen 有没有拿着刚才所说的股份呢 没有的 好 谢谢Eugen 今天这么详细的分析 提提大家 刚才嘉宾所说的只是她的个人意见 并不是任何投资推介或建议 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都应该留意相关风险 好 我这就会有很多